這個問題是有人在公司會無緣無故把東西扔爛 或者做一些破壞性的事情 當有個人真的這樣做 可以說你跟他說什麼都不太用 有個人會… 因為我們要分辨 我們要分辨到這個人是… 因為問題都有很多種的 有些人是偶然間做的 有些人是特意做的 唯一的方法是什麼呢? 將有些東西鎖起、待起 可能會弄壞的東西拿起 或者找人看著 或者跟其他人建立關係 讓人幫忙看著 有些人是你只能預防 你不能夠教他、叫他改 有些情況你需要用律法的 如果真的去到這一步 就有時不太好 就是什麼呢? 報告給上司聽 有時需要的 報告給上司聽 但這不是最好的方法 為什麼呢? 他就會… 憤憤不平 找機會報復回來 這個就會… 什麼呢? 冤冤相報 我事了 就是他一路一路追討 我知道 有些人照做的 就是他一樣會秘密做 這個世界上是有些人 是刻意破壞的 有時有些人針對我們 我們就留意我們自己 有沒有什麼可以改善 比如說對人好一點、柔和一點 什麼人都打招呼 有時請客人吃東西 這些是值得的 因為你付出的錢 收回的代價可能大 比你付出的錢 反而你覺得那個人是有問題 就只能夠防備 不是 就是到最後的時候 你是要舉報 但是這個是要自衛 什麼時候決定做什麼 只要是有些人 就是你所說的前夫 對你不好 有些人的家人對自己不好 這種情況也是分類別的 有些人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我都發覺是這樣的 男女雙方很多時候 互相令對方不舒服 即是怎樣呢 男的因為通常比較少關心 通常來講傾向夫妻關係 於是女的就淋沉 因為女性有一個心 就是責任感強的 以及想溝通 想有關係 於是她就會不喜歡 就會說一些負面的話 傾向於普通人 就說 你都不跟我說話 你不理我 你不理我 你不關心我 你不幫我 但這些說話 就令到她更加不好 所以有時是雙方的 我們來說 可以盡量說一些正面的說話 正面就是說 我們可以怎樣改善我們關係 或者這些事情怎樣解決 但已經是分了手 我們有時就只能夠防備 但如果相處的時候 我們就留心 我們自己有沒有本身 會令到她們有激氣 而有人對我們不好 有幾種處理方法 第一 就是我怎樣不給她的影響 所以我沒有激氣 因為激氣差 我們就會 那些說話 會令到她再激氣 這件事我都經常發覺 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太太 因為丈夫的行為不好 她就激氣 激氣 見到她激氣 她的丈夫又有情緒 她的情緒又升級 然後太太又再升級 其實有時因為很少的事情 這就是最常見的 有些情況 我們不能夠控制這個人 我們就要想方法 怎樣不給她影響到我們 就是我所說 有些情況 我們是需要不給她的機會 但或者防備 這是每一個人不同的 我們都是要保護自己的 有些情況 我們是需要保護自己 但也是將一切交在神的手中 那邊是呼吸的 有些情況 那邊是走至多 那邊是走至多 一籃球 那邊是走至多 那邊是走至多 那邊的